中立任海公的主持人供奉妈祖 在历年来所有要来角逐南桃园地区选举的人 都一定会来这边来参拜一下 因为在地方上就盛传了 说是民进党籍的桃园县长候选人郑文灿 在当时临为寿命来参选 最后只小输了4万票 就是因为在选前有去参拜的结果 于是接下来有意要逮捕 吴志阳立委职缺的中立市长叶布良 在今天一大早的时间就前往击败 吴志阳选上桃园县长遗留立委职缺 就在大选过后第二个上班天 中立市长就到妈祖面前表态参选 最了解中立的时政之下 能够出来争取参选这是普选 那么当然我也愿意继续征求地方人士的支持 特别选上中立任海公参拜 地方盛传这一次选举临为寿命的郑文灿 能够开出小书的票数 就是靠妈祖庇佑 郑文灿这个行政党的时候 也来这边上乡祈祷 他也是很高票的党舍 很高票哦 都拉得很高票哦 任海公在中立市一代成了 香火鼎盛的选举神庙 县市长选举才刚落幕 立委补选就有人提早表态 要开始布局 专闻新闻黄祖华桃园报导